哪條路線的公車 哪一站到哪一站 那我預先的時候 就已經把它設定到長樣路線裡面 那等到到現場 因為現場的聲音會比較多 那我們就只要點選我們的場面路線就可以了 那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要搭的是 2707 270 上車站南京 明安街頭 下車站南京公域 接入南京三邊 還有告訴我們 還有幾分鐘到站 然後上車站 下車站 市長朋友以往搭公車 有可能等到一個多小時才能上車 因為考量到公車時間 司機有沒有看到 周邊人是否幫忙的因素 但現在只要開啟台北好行APP服務 發出乘車訊息通知公車駕駛 司機就能主動提供幫助 市長者站上導盲定點 方便又快速搭車 那現在等了這樣的服務之後 過去的傳統紅綠燈它是不管白天晚上它都會響 那我們的居民會去把它剪斷 這是比較可惜的 那現在有這個APP 就是市長者在經過的時候 它才會感應 它才會觸發那個紅綠燈的 而且在手機上也比較不會打擾到民眾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就是未來看不只台北市 台北市做了 看以後全國是都能夠讓市長者能夠安心過馬路 然後平安回家這樣 就是上帝有時候他在製造人的時候 不見得每個人都很完整很帥很漂亮 為什麼市長者還能夠在這個可愛的地方生存 因為我們有愛 所以市長者會在這個地方生存 所以我希望 就是這個東西現在在台北市有 希望未來就是 從所有機的朋友能夠幫我們這款處理 現在以後中央交通部也能夠讓 就是所有全省都讓市長者能夠安心過馬路 因為市長者不是只有台北市有嗎對不對 這樣 我想我們以前過馬路 我們都是被教導 就是到路邊之後就聽車聲 看是橫向還是直向 聽車聲來判斷我不要不要過馬路 那其實每次過馬路以前 過以前大概都要祈禱一下 希望這次沒有事情 因為我們車流量是非常的大 然後聽我們的車聲是有可能有誤差 那我們以前生存者過馬路 還有一個情況是晚上的時候車聲變少 那你要如何判斷你的聲音 那這個時候你過馬路其實都是非常危險 那以前的話 都是希望這次過馬路沒有事 那現在有了我們的系統之後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現在秒數有多少 然後硬體方面的話 我們有警示磚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快到路口了 我們有定位點告訴我們 定位點 我們已經站到 我們可以過馬路的起始點 那行川縣的三條線引調這師 可以幫助我們不要走歪 而我們的APP讓我們知道 我們還有幾秒可以通過 這一連串整個設計起來的 一整套的一個服務和系統 支持我們可以安心的過馬路 那從這個死之後我們過馬路 可以更為篤定 然後更為放心 然後更願意出門 然後我們不管外出工作或者是 是生活採買 我們都可以自己來 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我們希望這樣的服務可以推廣到更多路口 讓我們臺北市成為一個友善的都市 另外APP也提供有聲號制 暴讀行人剩餘綠燈時間及路口資訊 市場朋友年底在全台15處路口就可以透過自動觸發 有聲號制 帶著手機就能自行通過 增加日常外出可及範圍 好 那這個其實一開始是有一個公民團體 他們有建議我們說 其實市場者住門都很不方便 每次都公車司機都不知道他們要搭公車 所以常常會錯過他們搭公車 那像剛剛李老師也講過說 有時候公車一錯過 如果搬距長的可能要等個三四十分鐘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在我們臺北市政府這邊 我們有做了一個臺北好行 我可不可以在臺北好行上面 提供市場者這樣一個功能 那當然提供市場者這樣一個功能 其實它跟我們一般人的使用介面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也設計了一個友善介面 在這個介面裡面我們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色彩對比度是提高的 我們的字體變大 那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用市場者 他們在操作的最簡便的流程 來做一個操作的設計 那這個是我們當初出發點 想要的協助市場者去做搭公車 那漸漸的呢 司機朋友說不對不對 可是我都不知道市場者要搭公車 你可不可以來提醒我一下 那所以原來我們就是投放訊息 在他的一個小小的車機上面 但是公車司機他每次要靠站的時候 他必須注意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那所以我們就是想說好 那我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能夠更清楚的 能夠提醒到司機朋友 那後來我就想說那這樣好了我設一個燈號 司機朋友就知道說前一站有市場朋友要搭公車 那另外呢我們除了燈號文字 我們也設了一個語音 就是播了一段小音樂 一小段的音樂來提醒司機說有市場者要搭公車 那這個在司機朋友這邊 我們獲得的回想非常的好 司機朋友說有了這樣子的一個提醒通知 他們就可以很精準的去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也不會被市場者誤會說 為什麼司機都沒有看到我 司機都不來載我 台北好型APP放大的字體及高對比使用介面 搭配語音輔助功能 可以查詢雙倍600條公車路線到站時間 還有路口服務 自110年起實施以來 使用者滿意度高達97.5% 交通局也會持續朝安全友善無礙的 台北交通為目標精進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